来炮轰地检署 今天更罕见的大动作 到了地检署递交抗议书 结果是由地检署 相悦检察官出面收下来抗议书 没有办法见到检察长本人 不过苏焕智扬言不排除 还会有其他的抗议动作 倒是前往声援的民众情绪 非常激动 跟远警爆发推击 支持苏焕智的民众 一脚踹向地检署外 检察长的坐车情绪激动 民众高举的抗议牌 遭到远警阻挡起了小冲突 抗议民众主要是声援 谈谈县县长苏焕智 因为苏焕智为了南科特定区 弊案遭搜索 他要代表所有公务员 递交抗议书给检察长周章青本人 抗议检方滥权 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搜索约谈 却没想到是由香岳戴维收下 看得出来苏焕智脸色难看 勉强交出了抗议书 那么没有来投标 竟然会被说有期前交易 而且还从这个香岳检察官的口中 讲出这种话 令人悔于首思 如果他不接受 本身没有出面来接受这个抗议书 那我要很清楚的表达 我们会有后续行动 两个谈的地检署强调 检察官绝对掌握足够试证才展开侦查 有跟法院申请 然后也经过法官许可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是都 检方是有掌握相当试证 来所做的必要的一些 一些说证的一个行为 而对于恶意损毁公务车的民众 地检署也会提出告诉 但是苏汉志因为没有见到检察长本人 扬言将在召开记者会说明立场 三天新闻许世良 台南报